大家好我是一同 现在带来的就是PinkDesign三脚架的开箱 后面我也会跟两个不同价格的三脚架作为一个对比 来看一看50块钱500块钱和2500块钱的三脚架有什么区别 首先还是复杂的开箱 外包装算是比较用心 大体的参数都印上去了 而且做工还是不错的 打开后里面双拉带的质感也很好 侧面它预留了两个挂绳处 就相当于它可以跟自家的肩带一起使用 或者说你随便用一个肩带都可以绑在这上面 但是感觉其实应该也是用不到了 因为这种大小的三脚架我觉得还是裸奔才是网道 总归三脚架的话 你在包装里再拿出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首先PinkDesign总共它有两款三脚架 一个是碳纤维的一个是铝合金的 除了材质不同 剩下的尺寸功能都一致 当然碳纤维肯定会轻一点 大概轻了有300多克 我这款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铝合金的版本 全部收拿起来长度只有39厘米 看起来不大 但是拿起来非常的沉 因为它有接近于1600克 就相当于1.6公斤 最高就可以达到1.52米 中轴的范围是不到20厘米 就是相当于它只升高 脚架不动中轴的话是在1.3米左右 中轴这个旋钮设计还是很好的 就是它可以拉出来一部分 这样就比较方便调节 而且因为它是磁力的 所以说拉开再按进去都还是比较顺手的 把中轴分段处拆开以后 它就可以变成低角度的模式 大概它就是能在14厘米左右 当然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查 这个角度可能也就相当于更低了 就像可以贴近地面的感觉了 中轴底部还有个挂钩 就可以挂背包之类这些负重的东西 就是让脚架更稳定一点 这个挂钩就是一拉一转就可以拿下来 它还是有一定磁力的 所以说还是挺方便的 拿出来之后里面就有一个隐藏的手机甲 还是比较小比较轻的 它这个手机甲就相当于可以直接卡在上方的云台里面 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基本大部分的主流手机都能加入 作为对比 就是50块左右的三脚架 因为它整体大部分都是缩料的 所以说它重量只有不到900克 收纳起来的长度是有60厘米左右 所以别看Pink Design整体比较小 但是重量就快要两倍于缩料三脚架了 不过它的最高的高度跟PD的脚架差不多 不过因为本身脚架展开的角度范围还是很小 所以就没办法变成低角度拍摄了 在对比下卓美的三脚架 它是接近于2000克 就是2公斤 就是重量还会更重一点 收纳的最小常用的是50厘米左右 因为它是反向折叠的 所以说你用的时候还需要先把它折过来再用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中轴它是个两段的设计 所以说最高可以达到1米92 就相当于是第一段它是到1米7左右 第二段可以达到1米92 不算中轴就是1米5左右 长度重量在便携三脚架里 算是比较主流的 而且它也可以反过来查 或者说变成低角度拍摄 就是跟PD这个三脚架一样 虽然它没有PD那么低 因为PD这个三脚架 它是可以拆断变成更短的一些 但是它的中轴可以变成一个横向轴 因为它可以横向这个爬叉 就是相当于你又可以俯拍 又可以适当的拉近拍摄的距离 重量长度和直径对比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云台 PD的云台的快装板 跟自己旗下这个快拆是一致的 不过这个螺丝是六脚这个螺口 所以说需要用它给你这个六脚扳手才能拧紧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它脚架处侧面有一个固定夹 就是放了这个六脚扳手 这个固定夹是做料的 可以拆卸 参数就是一大一小 就是这两个扳手几乎就可以把脚架彻底大歇巴块了 球形云台也是用这个扳手就可以拆开 拆开之后就把中轴变成更短了 变成相当于是一个云台加一个中轴 而且再连接你可以看这个螺口 就是用特定螺丝 就相当于可以轻易的更换这个云台 当然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它是能变成低角度拍摄 而且第三方云台 也可以直接放到宽装板上 这样我觉得还是更方便 不过球形云台这里面还是太细了 还是让我一直有这种顾虑 感觉不会那么耐用 不过也需要时间去证明 PD云台本身是卡扣式的 就可以一按 然后就放出去 再用这个旋钮可以锁死 比较方便 但是我个人总感觉应该是不太耐磨 或者说次数多的话 总感觉会磨坏 所以我一般还是用手掰一下再放 卡扣的锁紧有个凸起 那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左推一下右推一下 就是解锁和锁紧 还有云台整体的调节 也是这个圆盘这个旋钮 就相当于也是很方便 就是一转就是慢慢变松 再一转就慢慢变紧 另外两个三脚架 它这个螺丝处 它是有这个圆环的 所以说安装拆解 是非常方便的 PD就是它这个六角螺口 就是总得拿这个扳手 这个圆环就相当于 直接用手就可以拧 非常方便 50块的这款 就是相当于它是卡扣式的 虽然它是横向这么一掰 但是我觉得个人也不是很麻烦 缺点的话 就是它这个材质 还是一个大塑料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掰坏的风险 卓美这款 就是需要这个旋钮拧紧松开 跟另外两块笔 其实算是比较麻烦 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 拧螺丝比较省劲 因为相当于拧螺丝 是用手指用力 拧这个云台 掰这个卡扣处 都是用手腕用力 所以我个人感觉 手指会比这个手腕用力 会轻便不少 而且这个云台这边 可以调节阻力 做一个360度的顺滑旋转 所以说个人感觉 对于拍视频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其他两款就没有这种功能了 50块这款 就是有一个摇杆比较方便 就是调节上下仰角扶角 而且锁紧 放松都是比较方便的 不过它是因为 它是整体还是个塑料 所以说 不会像金手那么顺滑 所以说拍视频的话 也就没法运镜了 不过其实都可以单独购买一个 这个球形云台在单独放的上面 其实也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云台方面 这个皮地没有太大的优点 让我一直就没有过度的计划 但是作为便携三脚架 为了控制体积 所以说功能性差不少 也算清理之中 狭不远遇 就是整体做工 用料还是比较良心的 几乎可以说是全磊合金的 但是重量上 确实也就没法妥协了 最后再说说这个脚管 理论上节数越多越不稳定 因为就像套娃一样 为了节省空间都是一个套一个 所以说节数越多 把理论上最后的脚管越细 也就越不稳 皮地的锁紧和放松 它是偏卡扣式的 看起来像是塑料的 但其实它全是铝合金的 所以还是很结实的 整体形状大小 弧度设计都非常好 打开和盒上都非常方便 50块的跟这个皮地类似 但它是塑料的 所以说感觉还是很容易大力数奇迹的感觉 智美就是旋钮式的 理论上应该是最难用的 但是不管打开还是拧紧的 还是有点累手腕 整体还是比较节省空间的 而且理论上是还是不太容易坏的 但是PD因为设计比较好 所以有一定的弧度 所以说就掩盖了卡扣比较占空间缺点 这两种模式哪种好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旋钮不是很直观 就有时候我可能没拧紧 或者说没拧到 我也就没看见 卡扣式还是比较直观的 一看就知道你师傅拧紧了 虽然说理论上卡扣是比较占空间的 但是因为PD的弧形设计 正好规避了这个缺点 最后我就简单总结一下 PD这款手柄 总共它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铝合金比较重 另一种是碳纤维比较轻 官方说是碳纤维会比铝合金稳定20% 我个人感觉这个稳定20% 主要还是因为它轻 所以说它结束 配重比不会像铝合金那样比较大 所以会更稳定一点 夏天上的铝合金是349美金 碳纤维是549美金 个人感觉其实两款价格都有点偏高 特别是碳纤维 除非有闲钱 个人还是不太建议购入 最大的优点就是体积 基本是主流便携三角架里最小的 比一些手机用的三角架还要小 但是因为用料太良心 所以说重量肯定我认为还是要倒数的 就是比大部分主流电弦的三角架 也没轻太多 或者说跟它这个价位的比来说 也没轻太多 就是即使碳纤维的话是没有轻太多 功能上来说 这个脚管这个卡扣设计是非常的好 不占空间 打开盒上都可以一次完成 多了一个隐藏的手机夹和扳手 也算是比较小的惊喜 缺点个人觉得就是重量很沉 虽然能单手握持 但是长时间拿的话 一般人也受不了 当然它的用量还是很好的 也会算是全铝合金的脚架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可以理解 云台方面跟多功能的变携三角架相比 功能性还是少的一点 比如可以运镜的360度的转轴 还有中轴可以变成横向轴 或者比如像卓美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独角架 当然PD这款还是偏变携的三角架 所以说也不能要求它这么多 追求体积 所以说它功能性也不会那么全 而且其实你也可以再放一个球形云台 在上面 从三个不同价位的便携旅行三角架的对比 就能看出了 重量和体积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平衡的点 就是重量轻 平时拿着不是很累 体积小就方便携带 或者说不用再单独腾吹一只手 拿设备 可以直接放到背包里 重量方面 除了材质的变化 很难有大幅度的改善 碳纤维最轻便吧 硬度也够 但是还是比较贵的 塑料最轻不难用 基本我感觉是有点风 还是就能吹倒 铝合金是一个主流的材质 硬度耐用性其实比较强 但是重量它又没法妥协 云台方面 这个旋钮是最快捷方面的选项 但是感觉没有摇杆的 还是没法精准的控制方向 细微的调节 没有摇杆这么精准 不过其实有很多的独立的云台 除了普通的球形云台 还有专业一点的液压云台等等 而且都可以单独购买 承重方面我们有说 就是感觉中规它是一个便携的三角架 如果要放重型设备 能不能承受令说 头重脚轻 不光大幅度的消耗三脚架 也会给细节带来如药的风险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还是三脚架也是越大 或者说脚架越宽 同众越大 最后我个人感觉 Pink Design三脚架 除了价格不美丽之外 还是比较值得购买 只是我个人用的时候 可能会在上面再放一个云台 废话就说这么多 最后还是多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 明天视频什么兴軟 eli